第三十四集 桑莹吃饭的时候就是真的在吃饭,并没有因为旁边多了个人,和这个人的身份而有所收敛。 喝下最后一口汤,他满足地擦嘴,说道 所以,你对我有意思? 周末怀没想到,他问得如此直接,顿了顿才说道 如果我说是呢? 桑莹遗憾地看着他 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周末怀一下子被噎得有点说不出话,竟问了句 我哪里不好? 桑莹好像安慰他 没有,你挺好的,就是我不喜欢而已 其实原本周末怀就算对桑莹有点兴趣,也不至于到喜欢的地步 但两人这一番聊天下来,他确实大为精逆,而且见起好感 一个二十岁的男人,跟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二十岁男人找女人,首先看的是相貌,其次才是其他 对他们来说,一个女人可以没有头脑,却不能没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当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并不是说四十岁的男人就看中女人的内涵了 只不过,一个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尤其是像周末怀这样的地位 过境千番,看中的自然也就更多 而不仅仅局限在相貌上呢 要论气漂亮,娱乐圈里一抓一大把,不是非谁不可 然而桑莹,却是她所见过最奇特的女人了 所以,你喜欢陆衡? 周末怀并不生气,反倒有点好奇 没有那种一听到女人不喜欢自己,就反而揭起征服欲的幼稚心理 陆衡?桑莹微微诧异,这才想起本尊之前干的好事 摇头道 之前,只是一时糊涂而已 周末怀绅士地表示理解,开玩笑 这么说,我还是有机会的吧 以桑莹的眼光来看,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男人是足够优秀的 放在古代,一个男人如果博学多才,再加上出身世家的话 那么就算有无数女人投怀送抱,世人也只会赞她风流多情 换了以前,虽然桑莹更喜欢唇红齿白的美少年,也绝不会介意跟这样一个男人来一段风流佳话 但是现在,毕竟情况有所不同,她也不是黎阳县主了 到时候一夜风流,她拍拍屁股就想抽身甩人的话 只怕周末怀不会那么容易就答应 为了杜绝将来可能产生的麻烦 于是桑莹说道 我觉得做朋友会更适合我们 周末怀笑了笑 从朋友做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两个人说的话看似差不多 实际上是两个意思 桑莹自然听出来了 她敏称一笑,没说什么 只是举起酒杯,跟周末怀碰了一下 有时候话不需要说得那么绝 留点余地,日后也好相见 何况她对这个男人欢感也不错 最后一道菜上得有点晚 服务员步履有点匆忙 不小心踢到椅脚 整个人往前亮枪了一下 孩子往前飞起来,摔碎在桌面上 溅起来的汤汁撒到旁边的桑莹跟周末怀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 服务员脸都下白了 拼命道歉,又赶紧出去找经理过来 没烫度吧 周末怀问 没事,我想找个地方买套衣服灌上 第一室的购物商城应该还没关门 不害小林他们了,我们直接打车过去吧 小林就是他的司机 也好 经理很快进来 为服务员的鲁莽再分道歉 周末怀大度地表示无妨 但是经理知道周末怀的身份 还是坚持免除了他们的费用 又亲自将他们送出饭店 两人到了商场买好衣服 周末怀打电话给小林 让他过来接人 此时桑莹的电话也刚好响起 一接起来 却是巨组的副导 桑莹,你在哪里? 对方的语气有点着急 我在外面 那你赶紧回来一趟吧,有事 合适 你回来就知道了 对方说完就挂了 周末怀挂掉电话 看向他这边 出了什么事? 桑莹摇头 好像巨组有点事找我吧 我得先回去 我送你吧 周末怀很有风度 桑莹的出现 让每个人不由自主 都将目光投入在他身上 巨组上下笼罩着一层诡决的气氛 但桑莹从来不会去管 无关人事的想法 直接就走向叫他回来的副导 白珍珍一看到他 就嚷起来了 他回来了 快去报警 陈导致指了要打电话的白珍珍助理 都还没问清楚 我了再说也不迟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 对剧组影响是小 影响拍摄进度是大 再说现在 谁背后没个关系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白珍珍气急败坏 万一分钟 谁给我损失呀 还问什么呀 不是问遍了所有人 都没有看到吗 这样不好吧 那万一冤枉了桑莹呢 开口的是萧月妍 她的声音温柔 但并不小 白珍珍冷笑道 哼 神也是你做 鬼也是你做 你可真怕别人不知道 你是好人哪 桑莹不耐烦 听他们在那里传枪舌戒 直接就问 把他招回来的傅导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傅导苦笑 白珍珍丢了个包 桑莹挑眉 然后呢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白珍珍插进来 然后有人看见 你提着我的包走了 你这段时间到哪去了 桑莹淡淡说道 我去哪儿 为什么要给你交代呢 白珍珍一听这话 立马就认定了自己的判断 啊 真是你拿的呀 什么都别说了 报警 马上报警 现在这年头 什么人都有了 这受贱的 湘瑹懒得理他 直接就看下导演 你是导演 就容着他在这里发疯 导演还没说话 白珍珍就尖叫了一声 贱人 你说谁发疯 伸手要来打桑莹 被桑莹掩明手块 抓住手块 一巴掌反手扫了回去 啪的一声 重重落在白珍珍脸上 这一巴掌 可比早上白珍珍打萧月炎的要中了多了 众人呆呆的看着桑莹 白珍珍似乎也被打猛了 捂着脸站在那里 震惊的表情还没缓过来 逆时居然也想不起 自己应该要发飙才对 蒜英怀是众人 很淡定地说道 谁来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 晚上的拍摄进度是彻底瘫痪了 需要在场值班拍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都过来看热闹 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不过大家似乎还沉浸在刚刚 桑莹那一巴掌的魄力里边 一时间没人滋伤 啊 那个 我旁观了整件事情 我可以说吗 一个声音窃窃地响起 桑莹望去 是那个叫燕子的小姑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桑莹出去之后不久 白珍珍的助理就发现白珍珍的包丢了 因为要换戏服 所以包里装着不少换下的东西 包括价值几十万的百打斐力定制万表 这个事出的比较大 当时就惊动了所有人 白珍珍本来还想报警 被导引拒止了 说是先在这附近找找 也许是被人拿错了 拍摄进程 不得不因此暂停 剧组所有人都不能离开 此时突然有人想起来 说曾经看到有人拎着白珍珍的包走出去 而那个背影长得很像桑莹 加上桑莹外出的时间 正好跟案发时间吻合 所以现在几乎所有怀疑都指向了她 桑莹听完来龙去脉 连眉毛都没挑一下 就问 是谁说 看见我拿包走出去的 燕子没有说话 眼睛瞟向导演那边 没人说话 导演开口 小丽 不是你说的吗 那个被点名的年轻女子 尴尬的站了出来 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 你又是谁 桑莹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对方明显感觉到了压迫 她是长鸡 燕子小声说道 你确定看见我拿着包出去了 好像是 小丽的语气有点有意 什么叫好像是 你要是不确定 我看还是报警吧 心者自清 没什么好说的了 大家都看下小丽 小丽想了半天 似乎在回忆之前看到的情形 啊 我 我没有看到正面 只是看到背面和侧面 萧月眼皱眉 小丽 你确定吗 背影也有相像的 没有的话 就不能乱说的 桑莹 她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 白真真嘲讽 哼 那很难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小丽有点无错的 看着萧月眼 又看了看导演 不知道要不要说下去 桑莹 梅大理白真真 继续问 那你看到的时间 是几点呀 小丽说道 当时 我记得刚好看到 即将要拍 嘟儿滚和 庄飞月下相逢这一段 所以我就去上了厕所 应该是 八点十五分左右吧 导演文言 照人去查了一下时间 发现这一段拍的时间 是八点十八分 也就是说 跟他所说的 没有出入 桑莹 跟你请假出去是几点 导演问副导 副导杂 好像是七点五十分 白真真冷笑 也就是说 当时你刚好就已经以请假的名义 不再片场了 所以他上厕所空档 刚好看见你提着包走出去 这不是刚好和尚了吗 我就不信 你这样都能洗白 还在什么呀 报警呀 桑莹叹了口气 虽然 我很想附和你 但是这么低质上的结论 实在不符合我的风格 你们所说的时间段 我根本就已经不在现场 导演看了看 勃然大怒的白真真 说道 大家都不想把事情闹大 能够找到东西是最好的了 桑莹 你说不在现场 除了给副导打的电话 还有什么证据吗 我是任正 有人站在人群外 忽然道 寻着声音来源 剧组的人看见 突然出现在这里的周莫怀 只觉得这故事发展的 高潮一波接一波 自己连夜加班的脑袋 已经不够使了 了 大怒 大怒 尤其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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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